女人发现手机里有诡异的声音 吓得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两天前 女人为父亲的生日聚会做准备 所以她停好车后 就想在车里练习一下聚会表演的歌曲 为此她在车里唱起了歌 还用手机录了下来 可是当她回放录音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歌曲唱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停了几秒 好像有其他不可描述的声音 女人立刻调慢了速度 当她再次去听时 女人立刻环顾四周 可是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难道是阿飘嫌她唱歌难听吗 自此之后女人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那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节目组找到专家帮忙解惑 专家看后说 这一段根本没有声音 因为正常的声音都有波纹 唯有这一段是空来的 可能是因为设备故障导致的 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听到有说话的声音 专家说了一堆我也听不懂的话 大概意思就是 我们潜意识里会把我们听不懂的噪音 翻译成一句话 反正都是心理因素 为了证明 节目组还特意录了一段噪音 并且放给女人听 果然女人把她听成了一句话 原来只是虚惊立场 女人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